太棒了 金老师 刚才这段视频看完了以后 我跟陈薇有同感 想到现场看一看 想问一下 您这些展品 现在都在哪里展览呢 现在这个都是在 我的金阿山艺术馆的展览 在辽宁省大连市的 金阿山艺术馆 对 到大连去旅游的朋友 一定要去 金阿山艺术馆看一看 真的是太美了 我想问一个 刚才在视频当中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那个 和北京北海公园 一样的九龙壁 我想问一下 那个九龙壁 也完全是由 贝壳雕刻而成的 完全是由贝壳 自然颜色做的 自然颜色做的 这里所有的贝雕 都是自然颜色的 包括我们台上展触的 这些都是自然颜色 没有人工的染色 没有 那个九龙壁 还有那两个船 我们二十个人做了四年 二十个人做了四年 用了多少贝壳 厉害厉害 用了几十吨贝壳 几十吨贝壳 天哪 那个九龙壁 是用这个木头做的底胎 然后都是绳毛结构做的 而且全部都是用 贝壳自然颜色做的 这个其实它这贝壳的自然颜色 比那个北海公园的 那个就是传统琉璃 其实还好看 没错 自然的光泽在里面 对 因为刚才听了一下 那个金老师说 是省级的飞衣传承人 但其实我 因为我跟那个飞衣的 很多项目 有一些比较 接触的相对多一点 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国家级 甚至往世界级去深 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的这个复杂程度 包括它对天然材料的应用 和这个传承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我刚才看的时候 我刚才说了一句 我说那个造型很高级 就真的很漂亮 特别同意小爷说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来过 那么多的这个手艺人 我感觉今天这个是 见过所有当中最震撼的 而且我看的时候 就是嘴都合不拢 我在想这里吃多少海鲜 应该一个是吃到海鲜 大连本身就是 海鲜很丰盛 海鲜很丰盛 物产丰富 另外一个呢 这个贝壳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贝壳它是一个大的市场 你比如说我们买钢材 要买多少号钢 买什么 贝壳也有这个市场 有专门经营贝壳的 你说买哪个国家的贝壳 你买一个是多少钱 买一针是多少钱 买十个集装箱多少钱 有的时候我们做那个贝壳首饰 我们一买买几个集装箱 就从世界各地来收集 您所需要的颜色的产地的 贝壳原料 我们要选择 它的颜色正好和这个 要符合上的颜色的贝壳去做 先要筛选 筛选 你一片一片地去筛选 对 根据颜色给它们归类 对 有点类似咱们玩那拼图 先把那个大体的颜色的种类 分好了以后 再一点一点去雕刻 然后切片粘贴 因为贝壳它是有潜在颜色 你比如说它皮是什么颜色 里边不一定是那个颜色 是 所以说因为我们干这个年数比较多了 就了解这个里边潜在的颜色 所以说根据事物需要什么颜色 我们就去做什么 取什么做的贝壳 来做哪个部分 现在有很多贝壳博物馆 全部展示贝壳的 有上万种贝壳 每一个水域的颜色都不一样 那我特好奇 监老师 您家里是不是东西都是用贝壳雕的 真相反 我们家的摆设很少 但是我们艺术馆的全部都卖的是贝壳 回头可以给那个陈薇 那个马桶盖儿掉一个贝壳的 以前才是马桶盖儿 真有啊 现在七星级宾馆的马桶盖儿 还有卫生间的马赛壳 全部是贝壳的 是 那大孔雀多好看啊 另外一个我们通过这个产业生机 我们做了高档的东西 比如说像类似这种东西 我能拿起来 给我们的企业家们展示一下吗 可以 这个如意是怎么做的呀 这个如意就用鲍鱼壳 而且上面像了黄金像了宝石 像了黄金 有黄金 我我我看见了 好漂亮 现在像了宝石像了黄金 这经过雕刻就变成我们把它升级为 珍贝艺术系列品 好漂亮 我太想看看了太美了 像这种呢 我们作为收藏品呢 卖两万块钱一个 哇 而且我们做了十个 在盛政文博会上全部卖完了 啊 另外一个你们看到那里 刚才演的有一对那个麒麟的那个兽 麒麟兽 对 那对兽我们四年的时候 在沈阳东北亚博览会上 一位北京的珠宝店的老板 他要放在珠宝店里 他自己储三百万 你的很大 一对 哇 那您没 我没没给他 啊